520新任总统赖清德将正式上任 全球也紧盯台海局势 赖清德未来的两岸外交路线也备受瞩目 在选前他就曾公开表示 将遵循小英路线四个坚持的立场非常清楚 而他自己也进一步的提出和平四大支柱 上任之后将延续蔡总统的步伐 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520总统就职典礼前夕 美方访团不断 重量级议员接连来台 AIT主席罗森伯格更在短短三个月内两度来访 在在显示美国对准总统赖清德 未来两岸外交政策的高度关注 将延续蔡总统的努力 致力与台海的和平稳定 并期待与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有更多合作 选前赖清德走多次公开表态 将延续小鹰路线 也就是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必须有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的四个坚持 在这样的基础上 赖清德也进一步提出四大支柱主张 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追求民主和平的决心 要建立规则的力量 传达台湾保卫自己国家的决心 和平四大支柱是赖清德国防安全重要方针 包含第一强化国防威责力 第二提升经济安全 第三与全球民主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第四就是稳定而有原则的两岸关系领导能力 不排除在基于互利尊严 且没有先决条件下与对岸展开对话 播选后中共除了基建持续扰台 更片面修改M503航路 同时启用W122 W123衔接线 两岸海峡中线被消失 对我国国安造成严重威胁 一连串举动都对即将上任的赖总统 相当不友善 蔡英文总统讲过两岸不不隶属 这一句话是蛮重的 那当然大家也在看520的就职演说 类似的言论会不会再出来 或者说新的词会出来 赖清德上任之后 我想这些东西不会少 以他的人设要用更多的耐心 跟这个艺术来处理 两岸荣兵还需要双方更多互信善意 面对中国的军事施压 经济制裁的软硬威吓手段 赖清德秉持蔡总统一贯维持现状 不冒进原则 更能让国际社会理解 中方才是麻烦制造者 进一步认同我国政府 在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努力 并且支持台湾 我不但认为是最好 我认为是唯一条路线 国际社会也会基于 这个政策的延续性 来持续跟台湾发展 更密切的一些外交 跟军事跟安全上面的一些 合作跟资讯的交换 我们也要持续 交更多国际的盟友 作为台湾的重要支持者 遵循小英路线 是目前台湾和国际间的 最大功约束 赖清德两岸外交方向 不只决定台湾人民命运 也同时肩负台海和平安全的重责大任 继续稳健推动 蔡总统的四个坚持 捍卫民主宪政体制 在这之上落实四大支柱 引以未来各种挑战 记者黄萍林 李明洪 台北报道